老薛知道 因为在结婚之前 我想给我老婆一个惊喜 当时我就想 她喜欢谁 喜欢冰淇淋 那我就想 我是不是应该在结婚的现场 一演冰淇淋 我想演一首 你可以演冰淇淋 喜欢的歌 我都想吐 冰淇淋的头发 你现在看到的感觉 还在唱跳 而且冰淇淋的嘴好粗 然后就我去 网上去买冰淇淋的衣服 还买了这种丝袜 三连套的那种 变态 就全部都弄好 一直够在家里面 对着那个镜子里面 我就开始各种跳 后来呢 我就突然之间我发现 就是她不太会跳 我想算了 因为套着丝袜嘛 我就脱掉了 然后把衣服全部都藏好 但是我把那个脱掉的丝袜 就直接扔在垃圾桶里面 后来我老婆回来以后 她就说 这个丝袜是谁 这什么意思 我说这丝袜 学之间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还跟她发信息 我还莫名其妙 口碑变很差 她说那个丝袜是你本人 是穿的吗 不是 我说昨天晚上薛之间住我家 然后她说 那薛之间在你家 怎么会有丝袜呢 这丝袜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的女朋友呢 原这个黄你多难 我想还想给她惊喜 她是破洞的 你知道吗 拉得还很开啊 然后她说 薛之间为什么会有丝袜 我说薛之间 你懂的 见面的时候都问她 有没有那个什么 试探你知道吗 跟一个女生到出生的家去啊 我说啊 有了有了 其实我们的撒谎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少不了 我跟你讲 没有谎言的世界 有的时候 也蛮可怕的 你是可以说实话 没有错 但是你说实话 不代表你要变成一个混蛋 就是有些事情 其实她不能说是谎言 它其实是一种社交的礼仪 对 我怎么就在这 怎么办呢 突然想到和那个 不熟的朋友尬聊 其实也是一种社交礼仪 如果这个时候说真话 就会很尴尬 一般尬聊分三种 第一种就是 夸对方的皮肤 你这件皮肤好好 好细腻啊 谢谢 好白啊 皮肤 谢谢 真话怎么说 哇 你的皮肤好干啊 哇 毛孔好粗啊 我的天哪 我前段时间看你那个真人秀 哇 本人跟照片差很多 哇 你好黑啊 哇 你有什么粉底啊 哇 说的是真话 哎 还不动手 还不动手 她说的都是她的心里话 这个要编还很难编 好 没有 没有 天哪 真人秀是我自己了 第二种夸身材 哇 宝贝 你最近身材好好啊 哎 你应该是那种 怎么吃都不会胖的女生吧 哇 真的好羡慕哦 天哪 身材好穿 什么都好看对不对 哇 雪佛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如果说真话的话就说 哇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你看你腰好粗啊 我的天哪 快跟前方的头一样大了 她的腰怎么跟我头一样大 神经病啊 好 第三招 第三招 女生在一起夸服装 说 这件衣服特别有品味 这件衣服应该是 黑色 白色 娱乐 哇 应该是从巴里斯刚回来 对不对 哇 你有没有许愿 哇 好时尚 我的天 实话 实话 哇 这件衣服真的好大吗 哇 天哪 沈梦辰 你玩了 沈梦辰 你玩了 他说的真话 我的天哪 天哪 我的天哪 好狠啊 他今天火力全开 这一趴下来 他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做好朋友了 局长 我跟你讲 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他妈妈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人 已经八十几岁了这样子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 然后他就在 啊 这个跟我这样 就这样 妈妈这样 寒暄开来的 他就问我说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朋友的妈妈 这么容易就看出你的为人吗 不是 他真的很活泼 然后我就说 我妈妈好开朗啊 一定是一个是很正能量的妈妈 你把整个的会场的气氛 弄得非常的好 真的是很棒的妈妈 你知道那个妈妈 已经她 她直接到什么程度吗 你都没有别的形容词了吗 你就念这点书吗 你不是演艺人员吗 你不是应该讲很多很好听的话 你就只有这点形容词啊 就是我第一次马上就被 被塞了一个耳光 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要想好很多很棒的形容词 有一些词 这个词汇还是要有了 但是我想到我第一次 和戴军哥见面的时候 他也是说的实话 但是他用玩笑的口吻说了 我觉得还行 总说戴军老师好 我是杨迪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我们俩肯定是第一次见面 因为你这个长相 如果我见过的话 我肯定忘不掉的 你又觉得 一撒的距离就拉近了 就拉近了 因为他开我玩笑 但我在背地里就诅咒他 我也跟戴军老师 特别不会聊天的 说过一次话 我说这是第二次 跟您在一块录像 第一次是我15的时候 剪了把这张剪了 我突然间觉得 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 他每一次的笑声跟掌声 是不是也是出于礼貌 给我们穿上了 皇帝的新衣 有没有吗 来 我们问一下 问小雅 是真的要说实话吗 那还是别说 天哪 你要说什么 说明这个实话很难听的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当场把你那样 没有 现场其实只有一个特工 真的能让我发自内心的笑出来 不会吧 这是杨迪 对 对 走 不乐 算了 走吧 不然人家听我解释 杨迪你坐那儿 看杨迪吧 看杨迪吧 三位吧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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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轻松啊这一集 快 快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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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故事 好 故事很高啊 不要了 吹出去念叉 大家看一下多尴尬 一群人又回来了 回去好尴尬 你看你多尴尬 外面下雨了 我们是过来拿点东西 我那要准备提拔 终极特工上来了 你们又回来了 余哥你知道吗 最尴尬的就是 自己走了还自己回来 听我说句公道话 不是 你还要说 坐下吧 空中飞舞的屁 快坐下 你真的不让我说吗 你说完你赶紧早把回来 对 你一句话所有人都对吧 我跟杨迪真的认识太久了 然后他所有的梗 我都觉得说是带了感情在里面 你的意思说 跟我们没什么感情是吧 天呐 我也走了 快点 小丙 小丙别走 好不容易回来 跟着大部队 我也得跟他们走 我救不了你了 再见 来来来来 又有那么多呼吸 又有那么多 坐下来 请把几个终极特工 跟宇哲 你们一林 你们都下来 水峰老师们坐下来 我跟你说 如果我们再不下去 温雅跟这个 烧饼会变成副局长 杨迪会变成局长 烧饼在这里了 在这里了 我是咱们忠实的人 咱们人 来 开回去 傻不傻 把他转走 这一个走 温雅 温雅你接着说 怪不得没同意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我觉得我下次可能不会再出现在这了 所以不说 没有了 开玩笑 大家好玩 好玩 没有 我是认真的 宇哥的认真脸 他真的好认真 他真的好认真 快给宇哥道歉 宇哥当真的 宇哥对不起 来不及了 坐下 我 怎么 不是 有 是 谢谢大家